我是称医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沐浴一起 咖啡饭 今天是2023年最后 2023年最后一天 明天就是1月1日 是2024年的第一天 我们Hoppy Break Hoppy Break团队 制作团队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蒙恩 前一阵子我重看一部电影 叫做《阿甘正传》 那是在1994年的美国电影 《Forrest Gump》 这蛮出名的一部电影 1994年 蛮久的一部电影 当我在重看《阿甘正传》 我有很多新的观后感 这种感觉 过去看过 今天我又在重看 《阿甘正传》 这的确是一部经典的作品 它不是一部单单娱乐观众的电影 它是一部展现人心的真三美 充满真能量的佳作 在剧中 给我最深的印象 是阿甘的妈妈对阿甘说 这是阿甘的《Forrest Gump》 她的母亲对她说 她说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颗是什么滋味 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2024年 是一盒巧克力 人生就像一颗巧克力 永远不会知道 你们有很多巧克力 下一颗是什么滋味 因为有不同味道的巧克力 巧克力在一个盒子里头 其实真的 我们的生活 就像阿甘的母亲所说的 那盒的巧克力 我们永远无法预料 明天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许我们也可以像阿甘 《Forrest Gump》一样 勇敢地去面对将来 勇敢地向前奔跑 排除万难 朝着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目标 我们理想的终点不停地奔跑 跑出我们自己的生命奇迹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个虽然是电影 但是阿甘正专却是一部 建设心理健康的电影来的 它为我们心理健康和成长 营造积极向上的心理氏 氛围 向上 就是心理健康 这是我们今天真的需要的 一种真能量 那阿甘 《Forrest Gump》它的智商只有75 它的脚也有问题 行动也有问题 那反观我们 你和我 我们的IQ算是高吧 我们的脚也健全 四肢都是Perfect 试问 我们的心理健康 我们的EQ又怎样呢 那Jenny是这一套电影的主角 她和阿甘一起成长 一起长大的 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玩耍 但是有人 我们看到有人欺负阿甘的时候 她的这个好朋友Jenny 虽然帮不上忙 但她总是鼓励阿甘 快点跑 Run Forest Run Forest Gun Run 正是因为这句话 阿甘拼命地向前跑 跑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不会在意你的缺陷 他们能够接受 而且抱容你 并陪伴着你一起 变得更好 Jenny 不嫌弃阿甘 平等地看待她 对待她 和她做朋友 阿甘也在长大后坚持地 保护着Jenny 所以所谓的朋友 就是彼此在人生路上 引路人 那一位引路人 全行的灯 当我们准备搭上 2024年的时候 各位家人们 各位朋友 我们身边 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同行者吗 2020年 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颗是什么滋味 大上 未知的2024 我们需要健康的心理数字 还有我们需要同行者 一起走上 那电影 这一部电影 它开始的时候很特别的 它以一篇的羽毛 飘落为电影的开始 以我的觉悟 这一篇的羽毛 代表了天上的顾念和指引 这篇羽毛 飘落到了阿甘的脚下 开始了阿甘传奇的一生 羽毛 圣经里头 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 说什么呢 九十一篇第四节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里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城市是大小的盾牌 十篇九十一篇第四节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再次共祝各位新年蒙恩 明年再见